由新北市政府与台湾优质生命协会共同举办的爱传承关怀演唱会 7月2号将在新庄体育馆登场 今年号召了包括动力火车、方文林、胡瓜等多位艺人公益献唱 记者会上协会现任与前任理事长八哥以及哄龙虹轮番上阵 号召社会大众共襄盛举 喜乐家族可爱的小朋友们带来活泼的舞蹈表演 为爱传承关怀演唱会记者会热闹揭开序幕 由新北市政府与台湾优质生命协会共同举办的第九届爱传承关怀演唱会 将在新庄体育馆隆重登场 今年以三代同堂概念号召了老中青三代艺人 包括了方方方、胡瓜、动力火车、陈美凤、方文林等20多位唱将公益献唱 并邀请弱氏族群及身杖朋友到场聆听 记者会上特别播放了台湾优质生命协会 多年来到各地关怀弱势的影片 李市长八哥特别感谢新北市政府及赞助企业多年来的支持 另外台湾优质生命协会前理事长洪荣红也特地出席站台 表示他今年将与孩子们一起上台演出 新北市是我们每一年最重要的一场 也是场面最大的一场 每年这场演出我们花了很多很多心血的 像今天的卡瑟拿出来平常讲还算还可以的成绩 也希望大家继续给我们支持 前几年我们都常常会去斗 然后我想说让我的下一代 他们也有这方面的兴趣 所以这次的活动当中他们会来表演 你的儿子跟你的女儿 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好棒 爱传承关怀演唱会7月2号周六下午2点 在新庄体育馆演出 详细资讯请上新庄文艺中心网站查询 记者声明正门齐新北市采访报道